請教一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這一塊 呃陳啟玉他現在當然這個我們 大家希望發揮最大的力量要找他 那其中也透過了說要找家人啊找律師啊 可以動之以情來勸說 結果家人跟律師直接回他說 抱歉聯絡不到 在陳啟玉的農舍現在只剩下一輛車跟兩隻狗 那剩下都沒了 那龍介先生他也溫情喊話 說回來接受司法的公平審判對你的生命財產安全 才是最大的保障 因為你跑了恐怕會被滅口 可是講到謝龍介 早在10月23號就已經神預言了 那所以南院今天到底是他的風聲沒有謝龍介準確 到底是笨 還是是知道了這個風聲還刻意為之 而且還沒有任何程序上的瑕疵 剛剛也聽到憲哥來講要怪還真的不能怪 到底是笨還是壞呢喊停 在中央的政壇當中啊 掌握大法官天下無敵 對吧說你違憲就違憲 那麼在地方上或者普通的任何犯罪 掌握檢察官掌握法官 也就天下無敵 正所謂經典名言 裁判 旁證 求證 都是我的人 怎麼跟我鬥 所以台南這裡 本來就是藏污納購 還有押韻太厲害了 台南立揚光電 對吧 不法金額高達91億 當時陳凱玲就是嫖娼的那個 陳凱玲就是買琴趣娃娃的那個 不對根正不是買 他是廠商送會 給他情趣娃娃的那個陳凱玲 他甚至要幹嘛呢 甚至說 這是上級交辦 那請問檢方最後有沒有去辦 這個所謂上級是誰呢 是黃偉哲嗎 還是是經濟部上面的人呢 還是民進黨上面的人呢 我們這個台南檢方 是很知趣的 管理上級 你怎麼不小心把這個話講出來了 沒聽到 沒聽到 那麼這個台南地院 清點的事情 那也更多了 就比如說 台南議長的會選案 本來這個台南地檢 早期的那個檢察官辦議長會選 那是雷厲風行轟轟烈烈 突然這個檢察官就被幹掉 就被換了 換成另外一個檢察官 新的檢察官上台之後 這個採證就鳥鳥的 怎麼樣呢 就是證人立刻都改口 改口完之後 好了好了 因為先前已經起訴了嘛 起訴完了之後 台南地院 就是這個議長會選案 無罪 你看 多厲害 這檢察官聽我的 法官聽我的 那自然而然就幹嘛 全身而退 所以這一次的 陳啟玉 台 我們要幫他更名 就叫做 台律掏空弊案 我們就是要證明 他就是一起 台律的掏空弊案 那這個案子 在去年時期 就有立委 不斷的在揭發跟爆料 但是到了上周才開始 所謂的偵辦 那過去這一年多 難道陳啟玉 他們都不會先 串政 滅購嗎 有這麼傻嗎 對不對 這麼多的公司資料 一年多的時間要銷毀 也很容易啊 為什麼不提前做湯啊呢 是不是因為覺得 好像可以凹一下 未必會 當然 就是能躲就躲啊 覺得民進黨執政就不用怕啊 人家會庇佑 而且在那個時候 就民進黨的很多案子 也沒有開始辦嘛 所以對於去年的他 肯定覺得 哎呀開玩笑 如果 這個陳菊要這樣呢 開玩笑我高雄前副市長呢 開玩笑現在民進黨當家做主呢 怎麼可能會抓我呢 好 像這樣 為什麼要一直捏來捏去 因為表示一種 囂張跟 狂妄 的一種態度 要用你啦 要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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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跟我對幹你 這個是那個 民進黨立委 要選高雄市長 我也忘記他叫什麼名字了 反正呢 他就是 對動保處的 你講說 你怎麼對幹你 就是這麼囂張狂妄 跋扈的態度 所以這個案子 你看 台南地院在一開始 放人的理由 是什麼呢 總共有三點 第一點呢 他說 檢方證據不足 這個部分見仁見智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也確實不太了解 檢方提供的具體證據為何 但是第二點 他就講說 哎呀 因為這個當事人還有證人 都說他不知情啊 你這個也太唬爛了吧 廢話到底哪一個被告會說 我全部都知情我認罪 當然沒有啊 那是不是每一個人都不應該被積壓呢 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應該無保請回呢 所以 台南地院 放人的理由 其中之一就叫做 哎 被告都說他不知情 就這樣放人啊 這是他三大理由的 其中一點 還有一點呢 是什麼 就是 法院認為 台綠啊 他不是上市公司 所以呢 不符合這個 構成要件 總而言之呢 就是讓他無保請回 可是 這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後來檢方抗告之後 那這個高院呢 他就有不同的見解 他就講說 你這不對啊 你的這個說法明顯違背了 最高法院的相關判例 啥意思 就是 台南地院 放人的決定 其實是違背了最高法院的意志 你沒有遵循最高法院 過去的判例 你違背了過去的判例 簡單來說 你是不是刻意的無知 刻意的放人 刻意的不遵守規則 再刻意的幫助被告 走後門 對吧 如果過去沒那個判例 你這樣判 搞不好大家沒話說 過去明明有這個判例 你還不遵守 然後你放人 放完人的第二個原因 你補充說 因為他都說他不知道嘛 我們就放他走 那當然大家就懷疑你裡面有鬼啊 當然大家就懷疑你 台南地院的這個判法是有問題的啊 因為 後面講了因為 難檢抗告 膽檢抗告完之後 然後上面是講說 因為你違背了過去的判例 過去的判例對吧 只要是台言 實質上掌控的 那他就應該是 在該法當中的構成要件 是應該要適用這個法條 所以 就說 你應該要重新 審思一下啊 所以我們要問 那這個所謂的 台南地院的法官 是誰啊 因為在目前為止 網路上 一時還找不太到 那麼包含那個去判 所謂議長 會選案無罪的法官 是誰啊 這不是說要去對他做人身攻擊啊 或者要去肉搜他 然後去包圍他家門口 不是 那你做出了這麼偉大的判決 那是不是也應該讓大家知道一下 你是誰 對吧 你是誰 你是不是像 呂正業法官一樣 非常著名的 光榮地說我就是綠色的法官 如果是 那我們就公告讓大家都知道 你是一個綠色的法官 儘管他後來自己又否認了 所以這些人到底具體的是誰 那哪些案件 他還審過哪些案件 搞不好再對比一下 會發現一些什麼樣的脈絡 也說不一定 那麼最後呢就是 當謝龍介都已經事前很溫馨的提醒了 有人要落跑 對吧 而且就直接沒在質詢台上點名 但是會後呢就是有講 就是要去看好啊 結果還是讓人落跑 這要講說 哎呀這個你們沒有刻意包庇 這老百姓不信了 那要嘛就是包庇 要嘛就是無能 那不管怎麼樣呢 民進黨都應該是怠惰獨職 不然呢就是什麼 就是共犯集團 就這麼兩個簡單的答案 如果呢你看都已經告訴你了要跑 你還抓不到 無能下台 當然民進黨執政以來 從來就沒有任何一個官員下台過 那再來呢就是共犯集團更該下台 但民進黨還是死不下台 對吧 像大法官講的啊 哎呀我們就要他負政治責任嘛 說謊也沒關係啊 造謠也沒關係啊 讓他下台就好啦 但民進黨執政以來 從來沒有一個官員負過責任 下過台 就像陳時中講的很經典的話 哎這個疫情很多問題我負責啊 你問他怎麼負責 我負責說我負責啊 我都已經說我負責了 那到底什麼負責 那就去選台北市長 拿政治獻金嘛 就大概都是這種意思 所以呢現在這個民進黨啊 這個行政院還要再花9000億 來搞綠能 這當全台人民是白痴耶 這9000億花下去 到底是增加所謂的綠能 還是增加民進黨的那個綠 然後讓民進黨更能呢 潘啊 我補充一下剛剛那個 漢庭他所說的這部分 其實高院 其實以前的高院跟最高法院 他的認定倒不是說 這個行為要不要壓 他所謂的判例跟之前的判決 並不是說要不要壓這個事情 而是你今天台綠跟 台綠跟那個台延嘛 他一個是上市公司 一個非上市公司 就這到底可不可以用 這個特別背信罪 這個觀念 因為現在是地院認為說 因為台綠他不是上市公司 所以他不是用 這個特別背信罪嘛 所以他這整個到最後就認為說 法條適用上面有問題 而認為檢察官 今天申請羈押的 這個法條適用錯誤 他們認為是這樣子 但是事實上這個 其實可能那個時候的法官 並沒有弄清楚這件事情 所以他會做出 當時的這個 把他人放走了這個決策 但是我們回過頭 我們是不是再去思考一下 既然發生一個事件 我們以後要去把這個洞補起來 是不是說以後如果說 檢察官認定 這個被告有逃亡之餘 但是法官認為說 可能沒有的情況下 那是不是要適時的 要去幫他安裝一些 電子監控的設備 這個是不是應該要 把它擴張出去 像我自己從來 就或我身邊人 就從來沒有說 一個被告深壓 然後被法官放掉之後 我們還在他身上 安一些追蹤的東西 目前為止你這麼做 律師或當事人一定會抗議 他覺得我就無罪推定 你今天把我深壓 法官也把我放了 認為犯罪嫌疑不重大 為什麼我要身上 背一個這個東西 我也不是性侵犯 不是暴力犯罪者 為什麼我要這麼做 所以這個可能還是要經過 修法去把這個洞把它補起來 不過其實這整個看下來 我還是覺得 院檢變成是民進黨 他在做一些政策時候的 犧牲品 他利用一些這種方式 模式然後讓人都跑掉了 然後這個案子到最後 根本就查不下去 我今天比較難過是 因為我看這八年多 民進黨執政過來 其實司法的人民信任度是一直在下降 而且越來越多違反偵查不公開 然後這些資料被拿來做政治攻擊的事件 這種東西越來越多 所以這以上是我補充剛剛那個漢寧兄他的見解 我相信你的支持者應該替你很開心 還好你跑得早 因為現在司法的這種信任度 其低無比 所以先跑先贏 應該是 我覺得是制度的問題 因為現在檢察官法官都被案件讓壓垮了 沒有一個人還有餘力再去真的去 仔細的追查一個案子 這個是最可悲的地方 結尾們從煩惱臉上細紋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中文字幕找到最後一看 我生意見了 不少 未婚 我生意見了 此為